红遍亚洲的大黄鸭自从来到北京后就成为大家争相拍照的焦点 10月24号在大黄鸭即将离开北京之际 成龙从美国空降北京乘坐龙船 在万人簇拥下来到了颐和园 领先大家告别大黄鸭 活动当天由于成龙的到来引发圆明园无数路人驻足观望 就连圆珊珊也特意赶来目睹偶像成龙的风采 由于当天围观路人众多现场秩序有些混乱 成龙也不得不帮忙维护起了秩序 成龙大哥一向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常常会爆出雷人言论 由于成龙自导自演的电影《十二生肖》 最近在北美上映 当他在美国宣传该片接受外媒采访时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讲英语导致词不达意 竟然说出想看到部分国家出现灾难 像大海啸或大地震这样的话 因此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 随后成龙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天只是想表达 由于人们往往在大灾大难前才能团结 所以只是想大家守望相助和团结而已 没想到表达不清被人曲解了意思 其实成龙说错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 当成龙劝导路人要保护环境时 又再一次讲错了话 这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了 我希望今天等一下大家也一样好不好 经过的不是你的垃圾也捡到捡起来 我希望明天可以听见当地政府讲 哇圆明圆今天很 颐和圆 颐和圆我又想说话了 颐和圆今天很干净 谢谢你们 谢谢 要说成龙大哥这拳脚功夫相当厉害 但嘴上功夫还真是不得不让人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按说成龙大哥出席的重大场合也是数不正数 公开发言的次数也屡见不鲜 可他这说话老跑偏的习惯怎么就这么难以避免呢 当记者想让成龙大哥回应一下自己为何经常词不达意识 成龙大哥却表示 我说什么你们都懂的 你说我应该回应吗 我不应该回应 你们知道我说什么 对不对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